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晴看世界 全世界都在瞩目的 就是以巴之间的情势 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而在今天之后 是不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就完全没有回头路了 我们今天在现场呢 当然也很特别的讲到这个 告诉大家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以色列人 跟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也不是单纯的加萨走廊跟以色列 或者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区的问题 我们讲到这个牵涉到了中国 伊朗 叙利亚 黎巴嫩 连旁边的埃及 沙烏地阿拉伯 再加上美国跟俄罗斯 这是完全一个代理人战争 这个一个不小心下去 不是所谓的以巴战争 这可能是中东战争 这可能是第三次之后的世界大战 那我们今天来看到的 邀请到了就是 有在这个以色列派驻代表 相当长时间的我们驻以色列的大使 张大使来到现场 他本身也认识 我们当年叫做纳坦雅胡 因为纳坦雅胡当了 现在是第三任总统 那他现在我们台湾把它翻译叫做 尼坦雅胡 他就是同一个人 好我们在现场请到的 就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左振东 左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就是前驻以色列代表 张良任 张大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告诉大家 台事大的东亚系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师 雅琴好 大家好 好 那我们在这里就跟大家讲 这个部分呢 他整个一个 整个的爆开来是怎么样 以色列的这次的战火 跟巴勒斯坦之间 要血债血环 在圣经故事当中 An eye for an eye 那会怎么样的结果 到最后会不会是 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还有中 北韩跟伊朗之间 互相的关联 我先看一下这张图 就这样整个的 就是爆发开来的 这个地方啊 这里是以色列嘛 那你要注意到的 以色列呢 以色列本身里面有加萨走廊 而且还有约旦河西岸 这两个不同的 巴勒斯坦的组织的 国家或自治政府 这个分裂的状况之下呢 北部是黎巴嫩 那以色列也炸了黎巴嫩 还有再过去是叙利亚 以色列也攻击了 叙利亚首都 大马士革的机场 再往这边过去是伊拉克 再过去是伊朗 伊朗是真正的 整个的可以说呢 是什叶派里面的老大哥 你说回教图 这个世界当中 一个是伊朗 一个是沙奥地阿拉伯 那伊朗比较support的是谁 就是我们讲到的黎巴嫩 我们讲到的叙利亚 我们讲到的 以色列境内的 加萨走廊的哈马斯 当然我们再看到埃及 埃及呢 他现在要休养生息 可是埃及呢 因为这个西奈半岛的问题 跟以色列也过去 非常多的冲突 那现在问题是说 你现在加纳走廊 你叫他从北往南去 往南去的难民要出来 你就要经过埃及 这个地方出来 埃及说我不要给你人道走廊 所以这整个部分呢 变得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今天抽丝剥茧 我们首先来看 大家说接下来 如果这个是动一法 可以说呢牵全身 然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不但是到了以色列 他还要去见 这个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的阿巴斯 就不希望这个事情爆发 那我们在现场 问一下张大使 因为张大使 你自己在以色列 这段时间 可以说是四年嘛 你也遇到他们 曾经有一次的 比较大规模的冲突 2012年 你也认识尼坦雅胡 你可不告诉我们 这个事情到最后 会怎么样一个演变 这个以色列在 跟巴勒斯坦人冲突啊 这是几千年的历史 过去你来我往 这个互相这个摧残 历史上的各种宗教 种族啊 政治上的各种因素 到今天这个冲突啊 没完没了 再加上巴勒斯坦政府 跟加萨这个哈马斯之间 他们也是分裂的 虽然号称巴勒斯坦政府 或是巴勒斯坦国 但是这样一个国家 他的总统 他没有办法解释 哈马斯的行动 他没办法叫得动他嘛 所以说巴勒斯坦政府 他是赞成两国论 一边一国 可是哈马斯不赞成 他们应该把以色列 赶到海里去 这个最大的分歧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从一边一国 或是两国论 来解开这个解 那大家想知道 就是说纳坦雅胡 您那个时代叫纳坦雅胡 现在我们中央社 要把它翻成泥坦雅胡 你认识他嘛 他的这个人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所谓的 超级右派吗 他可能会就是说 真的到最后 他有讲过一句话 每一个哈马斯都得死 那你都得死 你要怎么办 我这几年的观察 他是越来越右 以前没有那么右 现在越来越右派 但是对以色列的爱国心 当然是没有话可讲 这一次很多海外的 这个犹太人 都跑过去打仗 对 1973年十月战争的时候 那在雅胡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 对 战争爆发之后 他马上就跟学校 跟教授请假 回国去参战 所以他打过这个 西奈半岛的战争 就打过 戈兰高地的战争 都打过 都打过 所以他的战争经验 在全世界 所谓的总统 首相领导人 是无除其右 你认识他的儿子吗 我认识他女婿 他女婿是金融家 Fintech专家 过去我也介绍他 到台湾来发展业务 那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个性之下 你认为 当然现在很担心 大家担心 一旦爆发 是一个大官网战争 他为什么越来越幼了 也跟他现在 整个的这个 加萨的情势 跟他自己的内阁有关 他的内阁 以色列1948年建国 也到现在 37个内阁 全部都是联合内阁 现在内阁 是有六个党派 一起在一起的 以色列内阁 是单一制 就120个席位 他这个内阁 一共只有61席 比多数多一席 所以小党 因为他说 我不赞成你这种事 我退出 那马上就倒台了 所以有一个阴谋论 但是我不相信这个阴谋论 有个阴谋论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 故意用一个苦肉计 然后因为他都要 因为所谓的司法改革的问题 有人叫他下台 他等于就是 大家就说 怎么可能 你的铁穹拦不了这些飞弹 怎么可能 你那么厉害的情报组织 到最后全部都是误判情势 有没有可能就是故意 让等于是 哈马斯 可以有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动作 然后大家同仇敌坏 然后我干脆一间二顾 第一个 我很讨厌这个加萨走廊 这小块土地 我把它全部铲平 我不让你 哈马斯在这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大家都不要叫我下台了 我就是可以稳坐天下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 我很难想象 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感冒这样的一个风险 而且 就情报来讲的话 他们也不相信 哈马斯有这个力量 把以色列打得这么惨 哈马斯也没有想到 他能够把以色列打这么惨 所以跟 就阴谋论 我觉得是不存在 那你觉得这个原因 为什么哈马斯 他们会有这么赶的 这么一个 等于就是说 完全都没有被发现 完全都没有被发现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陆续 都很多人在检讨说 因为以色列非常相信高科技 我用那个所谓感应的墙 在这里围住你了 所以你就不会进来了 可是没想到 他们就做滑翔意进来 而且你完全就是疏忽了这些 就你在以色列的经验 以色列几乎是全民皆兵啊 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这个智慧墙 完全都被弄破了 就是说 这个情报 一方面是收集 另一方面是解读 对 你收集到 1973年 也收集到了 可是解读他不会打 可是他打了 所以解读错误 这一次显然是没有收集到 没有收集到 没有收集到 那为什么 你讲的 你讲的1973年是50年前 那个赎罪日也是被突袭嘛 对对对 那这一次是为什么没有收集到 这一次可能 当然是这个小冲突了 成平日久了 比较松散 警惕心 警觉心 没有这么高 还有当时放假的 大家这个休闲的这个日子等等 比较松懈了 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你觉得是主要的原因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你看美国的卫星 美国在 美国怎么可能不知道 在以色列多少中央情报 怎么会不知道 太多 它的卫星也没有收集到 这活动 而不是说当时 而是说在过去 从过去几年里面 他们把这么多有关于 制造武器的材料 能够输入进去 在那边组装等等 你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你如果做一个论断 就你的经验来了解 是因为以色列本身犯的错误吗 对 还是哈马斯太厉害 哈马斯这次当然是 在不管战略战术 武器的射程 威力各方面 有突飞猛进 最重要的就是说 过去我在以色列的时候 他飞弹放过来 Ion Dome都能够把它拦起 这次是饱和式的 这样的攻打 怎么样 以色列这个系统 全世界最好了 当然数量有限 不可能全部都来拦截了 所以 所以他们这个 当然这个战后 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再来检讨的 尤其是情报部门的 三大情报部门 大家都讲 摩萨特的势力 其实这不是摩萨特主要的功能 大家都误解 怎么了 摩萨特主要是干嘛 摩萨特以前是暗杀 两千多件 摩萨特的功能不在这里 摩萨特的功能是什么 以前我在以色列的时候 我的办公室看下去 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总部 一清二楚 对 它主要的情报部门 有三个嘛 一个是军队里面的 阿曼 阿曼 阿曼下面有一个 这个 沙拉耶 马塔卡 这是最精锐的一个部队 对 纳坦雅虎过去 在这个部队里做了五年 那你说的三个部分 一个是在军队当中的阿曼 对 阿曼 一个就是新辈 新辈就是国内情报局 类似美国的FBI 一个是Mossard 这三个 是国外的 那所以对这个 哈马斯来 对哈马斯来讲 是哪一个要负责 就是军队中的军事情报总局 就是以前纳坦雅虎 大概过去的那个地方 主要负这个责任 那塔亚虎自己当总理 怎么会自己这个部分 他当然不可能去管到 那些日常的这些 那你刚刚有讲到 这个Mossard 他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是在暗杀 不是在军事情报吗 当然不是暗杀 就是像CIA这种 加上一些特别的行动 比如说当年他从 这个伊拉克 把俄罗 苏联给伊拉克的 一个最新的米格23飞机 偷一架回到以色列 对 把这个法国最好设计的 这个战斗机的这个土址 全部都弄到以色列 发展他自己的飞机工业 所以他的很多其他的活动 很多 但是这种周边的情势 其实不是他的负责 了解 那我们其实讲到这里 要看到现在呢 整个的问题非常的tricky 而且非常的谨慎 你可以看到的 在这里 一开始发生这个事情 大家记得是7号 7号礼拜六 其实在以色列来讲 它是一个假期的这个时间 然后你看在这个时候 一发生之后 黎巴嫩马上先去炸 炸了什么 就是黎巴嫩就去炸了以色列 炸了因为他们常会有轰炸 他又炸了以色列 以色列赶快就反击 那反击之外呢 除了黎巴嫩之外 这个我们讲的是叙利亚 叙利亚呢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因为伊朗的外交部长 他本来就是伊朗 要跟叙利亚来见面 然后说他们要支持哈马斯 结果呢 就是伊朗的外交部长 他等于是 出发坐飞机来的前一天 他们直接先把 以色列先把叙利亚的 首都的大马士格的机场 给炸了 还有把北部的 阿拉伯机场给炸了 那你看起来就是说 我不觉得单纯 只是说不让这个 伊朗的外交部长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示威的动作 然后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就讲说 伊朗是不是末后的黑手 以色列跟伊朗代言的跪抗 就是防止伊朗 以色列 可以说呢 这里面大家说很担心的 就以色列要跟 这个沙地阿拉伯建交 所以呢伊朗就觉得 不行不行 沙地阿拉伯 我刚刚说他什么 他是逊尼派的大阿哥 然后伊朗是 什叶派的大阿哥 所以你现在以色列 如果你就跟了 这个沙地阿拉伯建交 那当然哈马斯就很紧张啊 其实真正紧张的是伊朗嘛 就觉得说不行不行 才搞了这么一个 那我想讲到这里 我想问一下左老师 因为这个东西 牵动到的国际情势太多了 所以你个人认为 即使是写在要写还 但是国际之间 可能就是一直喊话 你看中国就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哦 巴勒斯坦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哦 伊朗说你不可以这样子 埃及说你不可以这样子 那会怎么个做法 以色列一定会采取 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但是这个报复行动呢 其实已经受到西方国家 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 或者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其实美国跟欧洲 他们也希望以色列保持克制 所以真正来讲 这个报复行动 到底最后会发生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还有很多面向 值得我们去观察 我想这里头 就包括集中在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它会不会允许一个 所谓的人道走廊 因为人道走廊的话 大概就是能够真正贯彻 就是说平民可以有一个地方 去避免受到军事攻击 但是我打个岔 你怎么知道 它是平民或者是哈马斯 对不对 很难分辨吧 但是因为现在包括 你可以小孩子可能可以 小baby或者女孩子 现在包括北约组织 他们都说 这个要符合国际法 对 以色列的行动要符合国际法 对不对 所以这里头其实可能 你没有办法去保证 可是毕竟国际法里头 他就认为说 你不应该去伤害平民 所以要给平民一个疏散的机会 第二个当然 他现在一个精准打击 是在所谓的这些隧道里头 在地道里头的这些人 他认为这些地道里头 主要就是哈马斯的这个部队 所以他大概会在那个地方 会是进行所谓的精准打击 那大概也会有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空袭 或者是地面的进攻 大概会着重在北边 就是整个加萨走廊北边那一块 所以你看刚刚讲 加萨走廊的北边这边 所以他们就是说 到今天中午为止 礼拜六中午为止 你看这个北边 包括了捷巴利亚 还有加萨 加萨城 他们就在这里 事实上加萨走廊 整个的哈马斯 他们也是对以色列攻击 所以他们现在以色列就说 你把这些人都撤 110万人撤到这 撤到南部这个地方 他们可能对北部 要有一些整顿 但我们话说回来 这个战争的比例 实在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就像刚刚大使 在以色列的时候 有看到类似的 这种大规模的攻击 可是没有这一次 短短的一天两天 死亡就是上千 而且是三千以上 你看在过去来说 过去几次 2008年 那个时候 大概三个礼拜 有一天 382个人死亡 然后再来 2014年的时候 有一个月 又18天的冲突 2100人死亡 然后这一次 七天就有3000多人死亡 当然是巴勒斯坦 加上以色列 而且这整个情形 如果要有 华尔街日报的讲法 伊朗在8月 就开始在协助策划 当然伊朗是说 我亲吻那些 哈马斯的成员 我亲吻他 但是我没有策划 但老师怎么看 这件事情 现在很多阴谋论 也有人认为 因为纳塔养湖 前阵子有关 司法改革的问题 以防国内 非常高度的不板 刚才大使也讲 他在国会当中 他也没有过半 他政权是遥遥欲罪 所以很多人 因为对 纳塔养湖的不满 所以很多情治单位的人 就有点泄斗 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我觉得哈马斯 可能也有点误判 他们认为说 以色列人这么多人 对纳塔养湖不满 那如果因为 这个哈马斯的进攻 会不会 这些人会把这个责任 归咎在纳塔养湖 因为是你对外关系做不好 会不会造成他 这更加的被民众唾弃 但目前看来是没有 就我觉得哈马斯 有点错估 那另外你这样的做法 因为你是先出手 所以出手之后 你就变得没有震荡性了 所以现在以色列 变成是往死里打 而且刚刚讲过 你说我要怎么去分辨 分辨是哈马斯 或者是平民 这变成有点 无差别攻击了 就我们看到最可怜的是 那些民众 那我觉得哈马斯 在发动这个攻击前 我觉得他有没有想这么多 还是就一时之有 因为我们知道 他大概准备已经两年了 他就是用非常廉价的火箭炮 不是导弹 导弹比较贵 因为他们很近 临近的地方 用大量的数量 来进行铺天盖利式的攻击 那当然一开始的确造成 以色列的一些损失 但是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还是成功的 但是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以色列现在开始反攻了 看起来有点拦不住 就我们看到布林肯 现在去了以色列 你拦得住吗 他要去六个国家 他就希望能够去斡旋 对 那因为现在等于说 大家认为 我们以色列因为受挨打了 现在就等于像当初的 珍珠港事变一样 这个美国被打了 当然当时罗斯副总统 就是国会演讲 然后慷慨激昂 然后大家就 美国全民本来 不是姑息主义的 整个都站起来了 然后他就勾打日本 这变成现在的民气可用 民愤可用 而且现在全国团结 看不出来以色列有人反战 海外的侨民纷纷的回国 那塔雅胡现在政权稳了 所以你说到底 有没有是阴谋论 如果是真的 因为我们当时的珍珠港事变 1941年12月7号 美国是挨打的 可是后来这几年 有很多的资料说 当时美国政府 罗斯福是知道 日本要攻击的 而且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 也提供美国相传的情报 那如果是这样 那就很可怕了 就变成说美国 明知道日本要打 然后就让他发生了 然后美国也一个受害者的姿态 来寻求他攻击日本的正当性 因为当时美国要参战 这个亚洲战场 他没有正当性 虽然美国的殖民地 菲律宾被日本占领了 可是要真的参与战争 是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的 所以这个给了美国 一个正当的理由 所以大家就才会有阴谋论 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那塔雅胡 我事后被人家发现 有这个情况的话 那可能更惨 所以我觉得这次 当然说大家有事 以以色列的情报组织 情报的能力 全世界在排名前三名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失落 我刚刚讲过 以色列的军队 以比较高科技 全民皆兵 还有这么强的监视器 竟然被一个低级错误 所造成影响 大家讲说 哈马斯用磁器时代的武器 去对抗一个高科技 你弄那个高科技的强 我直接他是怎么样 就弄什么土地大战 就把你给炸掉了 但是他那个炸弹 第一个 他那个虽然是监视器 但是他有一个塔 塔是有人的 他们很聪明是 先把那个塔打掉 塔打掉你监视器 没有人看没有用 就眼睛瞎了 眼睛瞎了 他们真的是打死了 打到三寸的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哈马斯是相当成功 他用这种比较廉价的武器 先把这个几个塔 有人的地方把它炸掉 那你没有眼睛之后 你就有监视器有什么用呢 可是说实在这种战术 是多么高深的战术吗 也不是啊 一般打仗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就往后回来 这不是以色列 这个逐这个围墙啊 第一次失败 1967年 那我们现在进广告之后 回来 我想请大使可以告诉我们 而且我也在讲 1967年之后 到西奈 用那个巴勒夫航线 也是被这个埃及 用那个洒水车 什么时候搞掉 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 其实这次蛮大的一个问题 就哈马斯有这么多的首领 他的leader到底是谁 其实我们知道 刚刚讲到约旦河西案的 这个巴勒斯坦的 自治政府当中 你记不记得以前阿拉法特 大家有印象吗 阿拉法特算是一个精神领袖 现在的巴勒斯坦的leader是谁 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leader 在那里的话 我到底要跟谁谈 我到底要怎么沟通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Today's topic is Taiwan President Tsai to visit Eswatini Taiwan President Tsai will visit Taiwan's African ally Eswatini on September 5th It is her second time to visit Eswatini Howev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ust attended the BRICS summit in South Africa on August 22nd Here are some points A. President Tsai was invited to Eswatini to attend the celebrations marking the 55th anniversary of Eswatini's independence and the 55th birthday of King Swati's 3rd on September 6th Well, on the same day it is also the 55th anniversary that Taiwan and Eswatini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B.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 South Africa this week for the BRICS summit What a coincidence that both leaders of Taiwan's straits are in Africa But Taiwan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Roy Lee said that it is not to compete with the BRICS summit or Xi Jinping's visit This is purely a coincidence of timing See, something worth mention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unexpectedly skipped a key BRICS form on August 22nd and no one is saying why Rumors said that he might have a health problem or some critical events happening in China Well, it is still a mystery Welcome back to the place 好,欢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 大家就在問了 除了說這個是 以色列自己相關的 太過輕忽的問題之外 他的武器怎麼來的 誰給他這麼一個底氣 大家很多人 一直在講到中國的角色 包括說 他們使用了華為的手機 所以沒有辦法被監測 哈馬斯的部分 那同样的我们现在来讲到的这里面 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中国的武器 中国的武器怎么进来 它不是说真的就进来武器给你 就是火箭弹 这中国的武器 他们说2021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报道 射向以色列的哈马斯火箭弹 被发现有莱洋钢管厂的字样 发现一千多枚莱洋钢管制造的火箭弹 可这个火箭弹 它本身运来的时候不是火箭弹 这有一点吊诡是什么 它本身来是一个所谓的水管 也就是说我这个水管进到加萨走廊 我给你做一个你是名声需要 你要做水管 可是加萨走廊哈马斯 它就把这个水管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呢 结下来它就把它改造 就变成了这个火箭弹 那这里面大家就说 是不是有可能中国方面 也有一个所谓的沟通跟默契 否则的话 如果你只是水管 水管的厚度跟各方面 跟这个武器是很难讲的嘛 对不对 目前来讲没有具体的证据 但是现在就是说法广 最近有一个报道 这两天有一个报道 它特别讲说 主要的武器是来自伊朗 那它的路径大概几个方向 不管是从陆路或者海运 进了埃及 或者是进了利比亚 然后苏丹 再经过埃及进来 那其实除了伊朗之外 还有俄罗斯的 那俄罗斯它是有点是变种 就是说 他们引进了俄罗斯一些 原型的武器 特别是反坦克导弹 然后再把它改装 那也有的报道说 有北韩的武器 对北韩的武器 后来北韩就赶快正中否认 那个F7啊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我的在这里吗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就有北韩的嘛 所以这个北韩的这个部分 他说没有啊 F7爆破火箭不是我的 所以比较有趣的就是 关于伊朗的部分 因为事实上刚才 这个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说那个 华尔街日报那里头 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伊朗 在协助指导 其实他讲的非常仔细 他说有四个派系 包括哈马斯 包括在约旦河西岸的 这些民兵组织 他们在贝鲁特开会 然后这个 尼巴嫩的贝鲁特 对对对 然后伊朗的这个 共和卫队来指挥 指导协调 最后决定了这个攻击 但是今天就这两天 也有在CNN 有一个这个报道 他就说了 他说事实上 没有直接的证据 证明是伊朗的指导 而且他说 当事件发生的时候 伊朗反而是很意外的 很压抑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他反映 其实我认为 他们有第一个 从事实解读上 他会认为说 伊朗一直在协助哈马斯 可是关于这个行动 具体的方式 具体的时间 不是伊朗决定的 了解 这是一种说法 可是我认为 更深一层的是什么 就是美国不希望 他把这个战线扩大 因为如果真的 确定是伊朗的话 那以色列要不要攻击伊朗 要不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 那以色列还可能会进一步 去攻击在 黎巴嫩的真主党 对 这些都是已经 部分已经展开了 那么那样子的情况 会不会使得 整个中东变成一团混战 如果美国在 到那个时候 被迫介入的话 美国会面临伊朗 直接的一个攻击 因为伊朗现在的攻击能力 已经比过去成长了很多 现在在整个中东地区 有所谓的核武器的 是以色列跟伊朗 对 所以沙古地阿拉伯之前 在说跟以色列要建交的时候 他有三个条件 当初一个条件 你要给我核保护 他就怕伊朗可能会攻击 所以现在整个的状况 如果讲到周边的话 张大使怎么看 你觉得周边的国家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主持人刚刚提过 就是以色列去轰炸叙利亚 大马斯格 对 其实这不是新闻 这不是新闻 以色列三不五时就去打 这个大马斯格附近 因为那个附近的路线 就是伊朗运送武器物资 到黎巴伦南部 给这个真主党的路线 所以以色列经常去轰炸它 所以这个周边情况之间 就是说我倒不认为 这些国家会蠢动 来对这个以色列做什么 我举个例子简单 如果哈马斯要打以色列的话 他应该在哈马斯发动 对以色列攻击 当天同步发动攻击 以色列就是南北受敌 他不是 他晚了两天才发了起炮 这个意识一下 所以他不会 而且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 战斗群来了 他主要的目的 针对的也是 这个哈 黑斯伯拉 真主党 因为真主党的火力 军事力量的人数 远远超过哈马斯 武器的库存 这个飞弹的库存 高达就15万枚 而且它又真的有飞弹 有很好的UAV 无人机 所以这个重点是 真主党不要乱动 美国主要是 遏制真主党 但是大家知道 在这个黎巴嫩 跟以色列中间 我也去过 你参观过 对 现在还有联合国的 维和部队 你是说他们在边境的地方 边境维和部队 在那边 维和部队还有海军 那么对叙利亚来讲 现在美军在叙利亚 也有军队 而且最近有增加了 这些车队等等 叙利亚 这个阿塞的政府 这十几年来 从阿拉伯出身之后 整个民穷财经 老百姓流离思索 需要人道救援的民众 上千万人 而且他的整个的国家 除了他自己控制 那一部分之外 还有四股势力 盘踞在那个地方 包括库德族 或者美国支持 库德族旁 他如果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 这个余力 来现在对以色列 发动什么样的军事攻击 那以色列最怕 虚立啊 现在不是 是释放毒气 过去我在以色列的时候 那时候 哇 以色列 而是虚立啊 释放戒指毒气 神经性毒气 或者迷滥性毒气 所以我们每人 都有那个防毒面具 万一不信众的话 就拿出一根针 测向自己的心脏 来戒毒 你觉得这次会 还是会这样子吗 不知道 因为这次有个消息 大家也不太完全证实 就是说以色列对加萨走廊的 这个炮轰当中 他有没有用到 所谓的禁止的这个白灵弹 不需要 不需要 哪里需要这样做 他也不是没有什么武器可用的 他后面的武器库存多得很 哪里需要用到这种 违反国际公约的这个弹 而且只放了一次 什么呢 他要放的话 也不会是放了一个点 好我们进广告之后 回来要看到的 这个事情 他还有牵动到哪里 你知道雷根号到了 这个韩国的釜山 然后日本也要有F-35B 然后还有就是美国的福特号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航空母舰 全部都要到地中海去 那这么一个布局又是怎么回事 那台湾呢 台湾在这里的 你看美国也有动作 美国说我们现在跟国会要一笔钱 一方面是给乌克兰 然后给以色列 然后给台湾 那我们的军售会不会受到影响 还有我们的海坤号 这个时候来凑热闹 战斗栏的动作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蛮大的层面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现在担心这个事情 它会变成了另外一个 一连串的效应 我讲的是类似911的 恐怖事件的攻击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他们哈马斯根本就是 他就是一个 他们根本就是已经疯狂了 他会觉得说 反正我最后走的 这个是一个正义之道 是什么什么的 你现在镜面上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我有朋友在哥大 他传给我的影片 他们从上面往下拍的 就是以色列的同学 跟巴勒斯坦的同学 在那边各自集会就对干了 然后一边就是喊说 怎么样怎么样 血腥什么的 另外一方面就喊说 我们要free巴勒斯坦尼 那这个演变之下 哥大是这样子 我们也知道哈佛大学 他们有30个学生就说 今天演变成这样子 造成这个结果都是 你以色列的错 所以哈佛赶快要去澄清 赶快那些华尔街的学校 这个大亨都说 你们这些学生签名的 我全部都不录用 那我想问一下大使 这个部分会不会演变成为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巴勒斯坦人 他会喊一个叫做 Intifada Intifada是什么 Intifada就是圣战 或是我们中文的话 就是起义 起义 那会遍地点火吗 你觉得呢 那要看以色列 下一步的行动是怎么样 第二要看巴勒斯坦当地 如果真的在以色列 完全封锁之下 万有小孩子饿死了 老弱妇孺 倒闭街头 那情况又会变化 那一定会 这个烽火燎原 不可收拾 所以要看下一步的行动 怎么样 像我刚刚讲到 哥大尔这个部分 后来也发生 就是有学生在图书馆 贴那个字条 结果他就是被打 当然被打 然后现在哥大 我朋友告诉我说 他们进去 学校校园封锁 你要念书 你要秀出你的学生证 你要证明你是学生 可是我觉得 这个也没有用啊 因为很多会去打 会冲突的 他本身就割大的学生啊 他只是说他是 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啊 那这个状况呢 我想问左老师怎么看 你觉得这个会演变到 我有点担心是 接下来如果他 长期的这样子 拉下去的话 我们在疫情之后的经济 也会受到影响 整个都会影响 对 因为这个其实 牵涉到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当这个 其他阿拉伯国家 也卷入之后 那当然就可能会发生 像过去这种 所谓的石油禁运 因为大家记得去年 那个时候 欧派克就决定要减产 现在如果他进一步减产 或甚至是禁运 那当然对其他国家 冲突 冲击就很大 包括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有三分之一的石油 是来自这个 中东地区的这个石油进口 那很多国家 印度也一样 那当然我们也是 所以说这个会是 对世界经济的 一个一大冲击 第二个就是 如果真的 其他地方 很多国家的这种 回教徒 跟这个 以色列人的冲突 甚至是跟基督 基督徒的一些冲突 那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你知道 在全世界 几乎都有以色列人 犹太人 几乎也都有 巴勒斯坦裔的人 这下怎么办 而且这个回到以前 我那时候 在纽约的时候 就是他们 有一些 阿拉伯人很可怜 他觉得我不是恐怖分子 但是在那个时候 911事件之后 很多人看到 你是阿拉伯裔的 他们根本 你开了餐厅 他就不去 他就觉得 你们就是恐怖分子 那现在又会变成 另外一种歧视 然后就是对于 所有这些冲突 或战争过程里头的 故事的描述 都有可能成为 以色列跟 犹太人 跟巴勒斯坦人 之间的冲突 或者说整个来讲 犹太人跟 阿拉伯人之间的 一个冲突 那其实法国 欧洲很多国家 也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到 其实关于这个 战争过程的描述 比如像新安一个报道 最近一个报道是说 到目前为止 已经超过1500人 死亡 在加沙走廊 就是因为以色列的攻击 好 第二个 就是所谓 使用白铃弹的问题 因为白铃弹 其实在特别这个武器 常规武器使用公约里头 是规定 是禁止它使用的 它的这个温度 可以烧到815度 那那个对人体 是很大的危害 那当然 其实那种情况下 当然你不可想象 人在那种环境下 怎么生存 那所以它是禁止 对平民使用 但现在人权观察组织说 以色列已经在加沙 以及在林巴顿 都使用了这个蛋 那当然像后续 到底是不是事实 到底使用的情况如何 当然还需要 这个以色列政府 去做进一步的澄清 跟说明 可我想像这样子的故事 会一传十十传百 有时候即使是错的 可是因为它 传播速度太快 你要后续的澄清 都很困难 就会去点燃很多这种 不同族群之间的怒火 我觉得这个是 西方国家也好 欧洲 美国 乃至于像我们这个社会 都很难避免 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 辩论 政治对抗 现在比如说 我们看到纳坦雅虎 他就是要秀出一些 婴儿照片 比如说 是被烧焦的 是被开枪的 然后在巴勒斯坦里面 加萨走廊也要秀出说 我的小孩子都被炸死了 所以这双方这样一个 舆论战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我举个例子 像以色列在各地的外馆 或者相关的部分 这是中国北京的 一个以色列大使馆 有一名外交官 他在礼拜五的时候 就被一个穿白衣服的人 持刀来攻击 后来送衣 所以像这种情形 会不会也就是会陆续开来 范老师 的确就是说 这一场阿拉伯世界 跟以色列彼此的互相的斗争 已经开始了 已经在美国上演了 对 哈巴大学学生所说 我们是反对以色列的 我们是支持 所以就变成这种 你有选边站 对 就变成说 这个矛盾和冲突 会变成全球性的 那这个是很可怕的 但是就变成说 到底谁有理呢 这个哈马斯是认为说 你以色列如果不跟 沙烏地阿拉伯建交 就没事了 沙烏地阿拉伯 那个以色列 我凭什么不能跟 沙烏地阿拉伯建交呢 他也是你们的兄弟啊 就变成说 谁说有道理呢 其中他有一个禁音是说 加撒走廊在以色列境内有一个庙 那个庙是犹太人跟伊斯兰教的人 都认为那是他们的祖灵 但是他们当初的协议是说 大家都不去祭拜 那就让他真空 但是那个庙的管理员 竟然让犹太教的信徒 偷偷摸摸的进去 以色列人不满 以色列伊斯兰人不满 以色列哈马斯他们的不满 所以这有很多 还不是很孜孜节节的东西 有宏观面的 有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建交 是宏观面的 有很多宗教面 细微面的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面的 就很复杂 所以加上现在是哈马斯先攻击了 哈马斯先攻击的话 那你就没有正当性了 但是你以色列现在的回击 如果又太过过当 甚至用白灵弹 那你又超出了比例原则了 就变成大家渊渊相报和死了 那加上如果说又有伊朗的介入 又有甚至背后 还有可能是俄罗斯等等 就变成是一场大混战 那我会觉得 那中国现在态度也很暧昧 中国一直很暧昧 中国说你就让巴勒斯坦独立好了 就让他独立 那独立真的有解决问题吗 其实巴勒斯坦在1988年 他也宣布独立了 他也有他的政府 已经宣布独立 而且有总统 对都有 而且全世界138个国家 都承认了 承认巴勒斯坦 那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呢 他只是觉得以色列 不让我有生存空间 现在就是说 以色列政府不同意 这个两国方案 因为这个牵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双边是不是同意两国方案 一边一国 第二个 将来的边界 是不是以1967年为准 第三个 就是说东耶路撒冷 包括耶路撒冷 是属于谁的 因为耶路撒冷现在 对不对 你讲耶路撒冷才切一半 1967年的时候 战争者 约旦稀里呼噜参战 结果被打败了 对 耶路撒冷本来是在 约旦管制 就落入这个 以色列手里 那川普认为 这个是以色列的首都 第四个就是 1948年来 打过这么多支仗 难民 五六百万人 他们的返乡的权力 在哪里 在最后 再一个就是说 屯肯区的眷社 经常引起这个纠纷 这个屯肯区 你们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不知道 我说巴勒斯坦的领土 就像天边的云彩 东一片西一片 对啊 对对 中间有140个 以色列的屯肯区 还有一百个军事钢绍 或是我把它形容成一个 瑞士的起司 中间很多洞 可是以色列的屯肯区 它不会进到 加萨走廊里面吧 不是加萨走廊 在外面 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那这样不行吗 我就不要进到你里面 可是它有点精吞 就是说这个整个是 巴勒斯坦 这问题在这 如果基本的 两国论不能达成的话 这个中东的问题很难解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也要知道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当中 有20%是巴勒斯坦人 对不对 那他们现在的心里面 到底是向着以色列 还是向着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呢 他当然处在一个两难 就是说 采取一个比较奇强的态度 是对他们最有利的 所以他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动静 所以现在很难研判 你说以色列国家里面 我有一些以色列的国民 他就是巴勒斯坦人 那我这些巴勒斯坦人 有多少是所谓的 巴勒斯坦 哈马斯的同路人 你不晓得吗 而且中国有个态度 很暧昧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表面上看来是伊朗 这些阿拉伯世界 在对抗以色列 背后刚才是美国 但是问题是你不要忘记 中国大陆也有伊斯兰教 特别是新疆 他们会不会打的圣战的名义 因为圣战是所有的 阿拉伯世界的人 要对抗境外势力 那对于这个中国 过去习近平上来 也来十年 对于新疆的镇压 再要欲引 他们也想反抗 他们可能也呼应这场圣战 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 不一定是有利的 那中国大陆是不是要更加强 它的维稳 所以我觉得中国态度 会暧昧的原因 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讲到这个重点 广告就回来 我们就看 在这个事件当中 台湾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什么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这个事件我们往下看的 在台湾的这个部分 海宽是要护台的 但是中国在讲这个 尾巴之间的两国论 那我们突然觉得 所以人家讲说 那台湾跟中国 你是不是要来个两国论 变成这么一个部分 那我想问大使一下 你想在这个事情当中 你个人看 这样的一个情势 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想这个事情 基本上它是一个 这个大中东地区 一个局部性的一个冲突 当然至于有时候 会发酵到什么地步 或是恶化到什么程度 那还要看后续 以色列它的这个军事作为 是怎么样的 了解 那基本上现在哈马斯力量 在加勒斯坦已经 基本上它已经被压制住 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了 而且大军压境 它也不可能有什么 太大的作为 不过就是说 这些仇恨的层层相应 这个挥之不去 因为我讲 巴勒斯坦有两百万烂人 但是我们想 这个阿拉伯人生育率很高 所以平均每一户 四到六人 平均五点一人 也就是说两百万人 四十万个家庭 这四十万个家庭 几乎每一个家庭 它都有人受伤或死亡 来自以色列的冲突 对 就会有一些影响 那我们回到台湾的这个部分 来看的话 你看蔡英文总统 他这次不是国庆吗 国庆讲到两岸之间 他就说唯一和平 而且他说重要的是什么 最大公约数 和平是两岸唯一选项 维持现状是最大的公约数 那他其实在整个的演讲当中 大家印象很深刻 他提到了海昆 他说三十多年来 不同政党的总统都想实现 我们做到了 我们要顶住流言蜚语 可是在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看到了 也就是在战斗栏 战斗栏他当然在整个的 算是国民党里面 一个比较aggressive的组织 赵绍康他所来做这么一个 找了三十几个参选人 然后就说我支持马文君 然后就说我们要调查黄曙光 那所以在这里 这么一个冲击之下 我们就说 如果我们现在盖了一个原型舰 但是按照这个行程来说 2024年黄曙光呢 他四月要带随舰出海 2025年完成战备 未来还要造大概八艘的IDS 自自舰 然后在另外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我们都被卡住了 我们台湾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现在说的国际情势是 你看现在大家剑拔弩张到这个地步 很担心大家聚焦在中东之后 然后我现在指 北亚的地方呢 怎么样 日本 日本他北部会有北韩 所以呢 中国方面 美国就把这个雷根号 弄到这个韩国这边 釜山这边 那南部这里就台湾这边啊 这个台湾海峡这边 那就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能会引起一些讨论 那我想问卓老师哦 你看这个部分 又刚好这个海坤号 你会觉得他们是刚好是一个 政治的倾向还是 我讲啦 很多人就会讲说 你像这个时候 是不是故意就冲康台湾 不然台湾我们在浅见的部分 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做一个运作呢 其实我觉得这里头 其实蔡英文总统 可以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力量 因为他现在不需要再竞选了 对 所以他应该是 就是我想很多人应该会期待 他能够扮演一个超党派的角色 能够让国人能够团 不分党派 共同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国建国造 共同来支持我们的国防自主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 现在因为这个尾巴冲突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其实美国 他在这个对外军事援助上 已经面临到很大的压力 他要援助乌克兰 现在要援助以色列 然后他国内又希望 加强他的这个边境管制 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把这三件事情 加上台湾绑在一起 因为共和党人 其实反对他继续去援助乌克兰 对 但是他共和党人是支持他援助以色列 所以他把以色列跟台湾加进去 对对对 全部都把他绑在一起 他其实真的心里想要帮助的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共和党反对 对没有错 但是现在共和党有些人就说 不行不行 这两个要拆开来 所以这个中间就变成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谈判的过程 但是我想问你 就是有关于在这里 我们特别讲到的 就是这一次 因为战斗兰 就是特别讲到说要去调查 黄曙光这个部分 那他这个回到我这里 你要不要评论一下说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有一种 真的是因为 就是因为这样子 不要让台湾有这个前见的发展 所以你看国民党在礼拜五的时候 像李德韦他们就出来讲说 战斗兰是战斗兰 他的政见 并不是所有国民党的政见 其实我觉得这里头 还是应该相信司法 我觉得如果黄曙光 有人认为他有问题 我觉得也交给司法 马文君因为有问题 也交给司法 我觉得有时候 其实不管哪一个党派 其实真的不要对于 在司法过程中的案件 有太多的政治的操作 我认为这样 其实一方面可以 让我们民众 建立我们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二方面 我其实觉得最期盼的 还是希望我们国人 能够不分党派 支持国防自主 支持国建国造 那怎么看的范老师 我觉得并没有 就是说所谓的 像赵少康他们 我讲的直接一点 就是所谓的 你懂我意思吗 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这个时候来乱一下 因为大家都希望 潜见国造 你司法该怎么查 怎么查 该怎么调查 怎么调查 但是你突然这样子 一个政治的操作 全部的人都上传 然后就批评黄曙光 因为黄曙光不是个人 他会牵动到我们后面的 潜见国造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马文君 你把资料给了韩国 就造成五个 本来来支援台湾做工程的 韩国工程是被抓了 有人说这个是 这个是到底是 但这个还要去厘清 到底是不是跟马文君 给韩国代表部的资料有关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还要再看 至少已经在侦办了 如果是有关的被人说 马文君是透过这个方式 来阻拦我们的潜见国造 未来还有七艘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反而是 是不是跟对岸 希望马文君这样做呢 因为马文君过去 也常常去对岸 这个当然是一种联想 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 再来就是 这个战斗篮说要去法办 这个法办 黄鼠光 用特征组 那大部分民众还是觉得 我们能够造的潜见 已经是不容易了 黄鼠光是有功劳的 但是我觉得战斗篮 因为他 他比较态度是比较深的 因为他认为这个潜见 就有问题 他认为黄鼠光也有问题 但是这可能会跟 主流民意比较 这个有点距离 所以为什么会振振钱 跟李德维他们要跳船 因为他们觉得 这可能会影响到 他们的军券的票 因为新竹有很多军券票 而且也就是说 过去黄鼠光也好 黄珊珊 他们的色彩 其实是比较跟 国民党接近的 黄珊珊我们知道 他过去是新党 后来参加清明党 加上他们的家庭 又是军人 那军人我们知道 过去也可能 比较多的支持国民党 加上他们的省籍 他们的外省籍 所以这只好 应该是国民党力挺的 或国民党支持的人 就像战斗篮 反而批评他 反而是民进党的人 在帮黄鼠光 帮他在辩护 帮他在澄清 就有点 这个东西 我觉得比较尴尬 就是说到底 因为那天的 战斗篮的活动 侯友也有趣 侯友也到底 支不支持 如果他当上总统 他要用特征组 去办黄鼠光 他也没说清楚 比较有意思 他没有说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 在开始喊加油的时候 马文君加油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现场 对 不过我们现在讲到 这整个 大家很关心的 还是今天 就是蓝白河的会前会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还有郭董的角色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雅琴看世界2024的 特别报道 那我们今天来看到 今天大家看到的 就是所谓的会前会 蓝白河的会前会 侯友宜跟柯文哲之间 就是金卜聪 跟黄珊珊的会面 不过这样的一个会面 之后大家都说 两位都是鹰派 那接下来怎么谈 接下来怎么谈呢 就要看看 那重点是 柯文哲坚持的民调 还有辩论 那到底侯友宜 要不要做呢 好 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 也很关系 郭董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现场 请到的是 郭台铭进班发言人 也是未来的这个 所谓在野联合大联盟的 发言人 黄世修 大家好 我世修 好 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 林金杰 雅琴好 大家好 还有就是战略专家 林廷辉 林老师 雅琴好 大家好 还有范老师 继续加入我们 好 那我们今天大家都看到了 下午一点半 在福华饭店的 这么一个会面 当然出来也开了 联合记者会 不过这个联合记者会 很重要 就是说他们很想避免 再怎么样都不要撕破脸 不要让你觉得说 我们是各吹各的掉 可是这里面 有一些暗潮汹涌过来 怎么说暗潮汹涌呢 宋楚瑜讲话了 他直接杠上了 战斗篮的赵少康 韩国瑜发文了 可是韩国瑜 就是不愿意去讲说 到底我对于这个 所谓的自己主动 要关的事情 愿不愿意讲 然后在这里 赖清德讲说 不管怎么样选举 就是要靠自己 那我在这里可以看到 侯友宜说 他是讲结婚 他说就像结婚一样 没有说谁看不起谁 最重要不是谁病掉谁 就是说很重要的 就是结婚的这个部分 那我就问你好了 那个世修 我们等一下 我讲到郭董的 连锁的部分 但是我想问你 用结婚来讲 会比较适合吗 还是大家在谈结婚 有时候是谈不成 你到时候不可能抢亲吧 结婚是要你情我愿 他的意思是 情投意合 情投意合 那他们 你觉得他们有情投意合吗 我觉得看起来不像是 为什么呢 其实从八月底 我接任发言人那个时候 那时候每天记者 都问我说什么蓝白河 或是郭董拜你的角色 什么的 那我回答过很多次 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 你们要合作 或说跟我们郭台铭之间 要合作 大家先坐来谈一谈 所以其实我很早很早 用男女交往当比 当比喻 对我当时就说 大家先见面认识一下 喝喝茶聊聊天 也不是说一见面就说 我要跟你结婚 我们小孩要生几个 是男跟女的 小学要上哪一所 不是这样子 那今天侯友也讲说 这个结婚论 我觉得他一讲的也没错 表来双方就要互相认识 包括当事也要互相认识 以及双方的家长 双方的家族 都要互相认识 而且至少不互斥 可是我们看客观的情况 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 还有国民党跟民众党的 支持者之间 到底相不相容 我觉得看起来不相容 尤其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很多都是对蓝绿 两大党失望的权敏 如果今天按照国民党设定的框架 柯文哲被吸收当副手 我告诉你 柯粉会拒绝投票的 甚至有一些柯粉会直接去投赖心得 就是我对你国民党失望啊 虽然我知道我支持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今天被你国民党吸收掉了 民众党被国民党病吞了 不好意思我这次不可以打了 结果柯文哲不但说要生小孩 还要生三个啊 没有他就说一定要辩论 还要变三次 侯友宜都觉得我这个肚子 根本生不出来了 不想生了 你现在还要生三个 可是我现在要说的是 那个民调出来也是很奇怪啊 他们要见面的前一天 蓝白会前夕的民调 民主文教基金会 民主文教基金会 他找的是爱普罗 爱普罗是不是比较 跟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的 里面就说我跟你讲 震的是什么 一定要31.3%震的啦 那震的就是侯友宜 然后呢26.7%就柯文哲 就等于是先定调 那您怎么看 我当然啦 这一次我们要谈蓝白和 那侯友宜 我整理了一下侯友宜 这最近的一些发言 最主要我们还是要做做 政党合作啦 那当然要做下来 面对面的谈判嘛 对不对 但是我在上一次的节目 来这边我也讲就是说 情投意合 男女要这个交往 一段时间之后 那情投意合 我们就能够布上礼堂 那现在我们政党 要自统道合 我们才能够 稀少卖钱 那这个侯友宜强调 要确认理念相同 我们到底蓝跟白 有没有办法理念相同 如果理念有相同 我们再来谈 整合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是反对 这个台湾独立 维护台海的和平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核心价值 跟终结贪腐 及政党轮替 这个都跟民众党是不谋而合 那当然侯友宜强调 民调是重要的参考 但是不是唯一的方法 这是我们这个跟侯友宜 我们在侯办 有整理一些 那么侯友宜强调 国民党有主张 不会有主张 蓝力和 相信蓝白和 民众也不会需要蓝力和 那么当然我们要透过党中央 确认我们的中央党部 能够做下来党对党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很tricky 党对党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合作 这个跟2004年的 这个亲民党的合作是不一样 因为亲民党的宋楚瑜 是从国民党他分裂出去 他当过我们国民党的秘书长 那基本上是因为2000年 因为他用五党级参选 我们是希望他回归到我们国民党来 因为亲民党急促已来 那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合作将来有可能 亲民党的这个宋楚瑜 能够继续回来带领国民党 继续往前走 那基本上现在的民众党 跟宋楚瑜是不一样的 我们没有想要去併吞他 而民众党你必须要有资源 才能够继续成长茁壮 这也是柯文哲 他自己在想就是说 我会不会被 对啊 被併吞 会併吞 他也很怕郭台铭就说 你要来收购我 因为郭台铭之前是 市长讲垂直成和 所以跟水平成和 就是怕企业并购 就把我们吃掉了 国民党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只是说先要见面 大家先坐下来 就针对我们要怎么样一个合作 最重要的选举一定要赢 如果这一次的这个蓝白盒 能够赢 这也是达到我们能够 让民众党将来能够继续成长左转 我们也不是说国民党大就好了 民众党也是要继续成长左转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啦 合作取代 这个民进党继续在台湾继续执政 包含我们有共同的价值信仰跟理念 两岸一家亲 这也是柯文哲提出来的啊 跟我们的不谋二 而且这个柯文哲提出来的七大诉求 跟国民党基本上都是一致性的 包含我们迈向内阁制 这个都是我们朱立伦主席 很早以前就提出来的 要我们台湾的必须要左向 所谓的内阁制 包含三权分立 我们这个都是我们长期以来的追求啊 我为什么一直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侯友宜一直在强调 这是政党合作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很tricky耶 我觉得这不是那么简单耶 对 我讲一下好了 其实他在讲这个结婚论 我其实有一点不太认同 为什么 基本上结婚通常来讲 在台湾的民俗社会当中 通常是要门当户对 因为不是你两个男女讲的算吗 你在谈婚姻的时候 你其实是两边的家族 我刚刚事休讲到 两边家族都必须要考虑进去 那重点是两边家族的七嘴八舌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你知道很多婚姻谈到最后 谈不成 都是家族的成员的原因吗 而不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吗 那今天侯友宜也好 或是柯文贼也好 他们都是经过党的程序 提名起来的吧 那提名起来之后呢 结果要合的时候 或者要相互合作的时候 他背后的那些利益啊 纠葛啊 或是什么东西 都要考虑进去 因为我们讲说 玩政治是什么东西 是权力的概念 他不是只有单纯感情的概念而已 他感情的概念的话 大家都很简单嘛 可是你知道吗 宋楚瑜讲的也没错啊 宋楚瑜就讲说 当时我为什么连宋可以合 理念是OK 他说我跟连宋可以合 是因为我把我的 亲民党的一些政治人物 我就跟国民党整合 我不是这样子一个分战的概念 他等于就是说 觉得你们现在是在 他也有这种 而且侯友宜 侯友宜跟柯文贼也没感情啊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他一直在强调 为什么不是讲说 我侯跟柯两个合作 我们就是选总统的这个事情 去合作嘛 政府搭档很单纯 他一直讲政党 一直在讲这是政党的事 这什么意思啊 就家族的概念嘛 那就家族的概念就更难成啊 是啊 所以也有人讲说 你干嘛就是比民调 你要比一下立委的支持度啊 我国民党立委比较多啊 我觉得侯友可以提议啊 可以这个反手为功 可以比射击 对不对 射击 好久以前警察出身 打到夜市 对 比看谁 把这个射掉的汽水越多的 对 不要都是比那个民调嘛 柯文哲就讲民调 柯文哲就讲民调 就我跟你翻盘 大家来比嘛 因为台湾民众的人 很相信民调 我每个礼拜都有民调 大家觉得民调很科学嘛 所以他就 但是问题是 这个就是说我现在 而且前任政党他提出的时候 他的民调还低于侯友宜 我都敢了 你总而不敢 对啊 而且我觉得讲民调也没错啊 然后讲辩论也没错 可是侯市长很奇怪 人家问他说 柯文哲要跟你比辩论 他说如果我选总统 我就会跟赖清德辩论 他的回答是什么啊 因为那是这样子讲啊 就是说民调不是 我们没有说完全不接受民调 我们讲就是说 在整个过程当中 民调它的占比是多少 我们讲就是说 民调它必须有一定的占比 的分数嘛 我们讲就是说 我们挑几样 比如说我们的政党实力 我们政党的资源 基本资产 政党合作 就政党实力 那个暗示就说 我比家事嘛 我们家事悠久一百多年嘛 因为我们在立法院有三十八十嘛 那我们有大概三百八十许的一席人 可是你现在找出来的这个人就是 那你扶不上墙 我这样直接讲 我是举例 你不能说我家事很好 我就一定娶你的话 我就可以怎样 你还是要比个人也要考虑嘛 当然我们讲就是说 这一次的可能不是自由恋爱 是没错之缘啦 那我们讲就是说大家做事 透过没错之缘 好可怕 大家来谈合作 谈合作就是说除了议题之外 当然我们志同道 就开始我们西部讨论 detail我们就开始讨论 就是民调占比30% 可能我们的这个政党 我们的这个政党 可能我们占了40% 还有其他的外在的分数 你真正讲出了侯友宜的底牌了 你这样子很难耶 他们要到十月底就要确定 当然现在是会前会啦 当然是会前会啦 时间太紧绷了 当然现在我们的金小刀 跟黄珊珊先坐下来谈 谈完之后我们最后 有朱立伦必须要跟 这个柯文哲主席 大家坐下来 然后最后再次好有一个柯文哲谈 总是有一个接触嘛 好可怕 这样子 那我想讲一下 就是那个郭董的这个部分 郭董的部分 现在因为我看到新闻 就是有一天 好像就是他讲了一个事情 就让大家误会说 我达到60万份 后来就是说 没有这件事情 然后就要澄清 我心里的感觉是说 你也不用澄清 你们一定会到60万份的 没有 我们是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啦 那个时间点 是真的还没60万 所以郭董那时候 是一个假设的语气 要是我们60万了 去跟人家谈 人家如果还是不理我们 那代表我们筹码不够多 所以我们要努力冲到100万 现在他们有不理你们吗 现在他们就是要切割 就不理 你看国民党现在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结婚论吧 要看双方的家族 虽然我之前也用过 男女交往当比例 不过口友宜现在讲的结婚论 他指的是家族背景 就是他强调 比如说刚刚金杰医生会讲 国民党有14席的县市首长 对不对 有30几席的立委 50几个立委候选人 还有300多个议员 对不对 家大业大 泱泱大党 所以政党实力 要占40% 其实我支持这个主张 民调跟政党实力 确实都要同时考量 但是我们要避免一个 重复计分的问题 所以侯友宜应该要考虑一下 他扣掉国民党提名的资格 他个人的支出剩多少 柯文哲扣掉民众党的提名资格 请问他个人支出剩多少 当然对郭台铭来说 因为他无党级 所以这政党项目就归零 非常不利 所以刚才这个是减法思维 他可以去判断说 一个候选人到底是不是 不依靠政党就无法生存 再来我们用加法思维 郭台铭今天得到十几%的民调 他是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的 个人支持度 如果今天郭台铭现在已经有了 自己的基本门票 那他改用国民党的推荐门票 或者是民众党的推荐门票 他个人的中间选民支持度 加上政党的基本盘 这是一个加法的思维 就可以去判断谁才是真正拓展 政党实力的最强组合 所以要比就比这样比啊 你不能够重复计分啊 民调这边也算一part的 然后政党实力也算一part 这样就重复计分啊 我觉得这个规矩光要定好 那个选举就结束了 对啊 选举太复杂了 那我又忍不住讲 他们两个如果在讲结婚 那郭董是什么 他会要郭董当陪嫁丫鬟 还是说 所以你看这个要开国事会议啊 我刚才讲的是啊 两个人啊 要男女交往 要结婚什么的 我们要讲彼此的交友圈 国民党这边比较强调的是什么 家族背景 要门当户对 结婚应该是不是看这个啦 结婚是要看喜欢不喜欢吗 所以我要强调 所以你看哦 我这边强调重点是 第一个 两个人属性相不相合 还有两个人的交友圈相不相合 比如说 如果照国民党设定的侯柯配 我刚刚讲的嘛 柯粉会跑票啊 柯粉搞不好去投赖清德啊 一加一就小于二啦 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份民调 汇流吧 不管怎么配都会赢赖清德 我觉得好奇怪 他们做的时候不管 郭董当陣的也是赢 那个有点乐观啦 但是你看哦 像柯文哲来说 他的战略就是部分区集大化 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哦 侯柯配 请问民众党部分区胜及席 会被灭掉啊 被国民党吞掉啊 虽然国民党可能没这个意思 但是柯被吸收当副手 柯粉真具 那你的党就没有啦 党就没有啦 对不对 反过来如果郭跟柯合作的话 民众党的部分区 是不是能够崇高 所以空军战略就赢了 第二个陆军战略 你觉得国民党会 切一半的地方组织 借给柯文哲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也不是朱立伦管得动的 可是反过来说 郭台铭现在在全国 有超过300个以上的联署站点 干净的人力 干净的组织 只要柯主席点头 随时可以转成类党部 我给你民众党发展的地方 你们现在联署的时候 地方就 已经多少个联署点了 超过300个 超过300个 那现在可以问一下 现在多少份了 我们现在就是稳定增长 稳定增长 所以你看哦 你看在杜军战略上 跟郭台铭合作空间也大 第三个最重要的 当事人属性相不相合 对不对 侯柯配两个人 光知识者就不相合 可是郭跟柯 两个人本来就认识 理念也相同 还有郭粉跟柯粉 本来就有高度的重叠 至少不互斥 但侯粉跟柯粉互斥 所以结婚除了有爱情 还要亲友 另外还要嫁妆 对 谁嫁妆最多 郭董啊 对不对 嫁妆最多啊 对不对 这有些人还拍副片 而且我说 冰的冰的冰的 这个时候 那个影片要下架 下架了啦 这要谈判 我们真的讲同理心 我们雅思讲同理心超爽的 对不对 雅思 你看哦 国民党在跟柯文哲谈的时候 都强调说 我们有十四席县市长 三十几席立委 五十几个立委候选人 三百多个议员 我最大 你来跟我负责 哎呦 财大气粗呢 压人家 可是我们郭台银阵营 是怎么对柯文哲的 考虑到柯主席的空军不分区战略 考虑到民众党的地方组织发展 考虑到郭粉跟柯粉的相容性 完全就是站在柯主席的 民众党的设身处地同理心 为对方着想的 你看高夏立坚 那如果这样结婚 也不能就是要挑对象 那现在感觉起来 就以韩国瑜的例子 他就讲说 我现在是想说蓝白先整合 我再去找郭 他们有跟你们先讲好吗 韩国瑜有先讲好 韩总这件事情 是被朱立伦消费的 韩总两个月之前就说 如果党中央需要我帮忙沟通 我当然愿意帮忙 但不是我去要一个位置 现在被人讲了 他要个位置 对 所以你看 韩总去见了柯P 贴了这个照片 惊动党中央 记者去问朱主席说 韩国瑜是你授权去见柯文哲的吗 朱主席拒答 所以朱立伦没有授权韩国瑜 去谈蓝白的合作 所以第一天的时候 朱立伦派出的国民党代表 是金浮冲跟黄建廷 排除了韩国瑜去谈判 第二天朱立伦说 我已经邀请了韩国瑜当副主席 代表说你选前别想脱身哦 大家在同一台车上哦 强绑上车 第三天朱立伦又爆料说 是几个月前韩国瑜 主动跟我要副主席的位置 这样讲有点尴尬 对不对 我说真的 我认识韩总几年 但凡是你知道韩国瑜的为人 他绝对不会说这种话 朱立伦算什么 他不会要这个东西 所以你朱立伦到底什么意思 你就在消费韩国瑜啊 而且以韩国瑜来讲 他会在乎那个副主席嘛 副主席也不够 你这个选过总统了 我讲直白一点 今天如果韩国瑜要选国民党党主席 没有你朱立伦的份 那我韩国瑜他要跟你要一个副主席的位置吗 不合逻辑嘛 这谎话都编得没有技巧嘛 朱立伦还要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副主席当做龙虾鲍鱼呢 爆料嘛对不对 还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人家有人讲说 如果是今天朱立伦主动 叫韩国瑜来当副主席 你就是要把它框住 你就是要避免所谓的 磕跟韩的合作 因为也有民众想说要磕韩配嘛 所以他是不是只好讲说 不是我主动是他主动 但我感觉打巴掌的味道也很强 会不会这样 这个韩国瑜 与我们的这个前市长韩总 那也在前几天有一个 所谓的跟赵少康合体 我们一个战斗栏的一个记者会上 那他这个也向外界来宣誓 他会全力力挺侯友谊 那他前一天他虽然已经有 剖出跟这个柯文哲市长的合体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那促成南白河 他现在不是我们小鸡 我们小鸡是严格禁止 跟任何的政党的候选人 并在一起 那所以你把韩国瑜当大鸡 不是 韩国瑜现在目前 他是一个我们党友 他虽然没有党职也没有公职 那所以说他也不是提名人 所以说他尽一份 他自己的一个力量 他去见柯文哲没关系 我问一个问题 韩总竟然没有被授权 那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员 去跟他党总统候选人同框 要不要有党地处分 不用 不用 因为我们主席有提到 我们要蓝白河 任何人都可以出一己之力 包含 那如果说这样子好了 那这个柯文哲也拜完 我们新北市的议长 蒋公华拜完两次 那要不要开除他 民众党没有下这个公文 可是国民党考机会有公文 但是我们也不能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他们不是候选人 候选人是禁止的 因为我们自己要选举 那但是不管是议长 不管是韩国瑜 都可以进一己之力 那国民党员 可不可以跟郭台鸣同框同台 没有选举 没有选举 现在他宣布的是不行 党中央有规定 可是柯文哲也在选总统啊 那韩国瑜为什么去 可以跟柯文哲同台 他现在是讲就是说 他本来就是北农公司的总经理 所以他这时候就不是党员了 这逻辑不能降到过去的 柯文哲也是民众党提名的 对他是总统候选的 柯文哲也没有要出来选什么啊 我们需要昌 这个逻辑不能降到的啊 之前是郭台鸣是因为帮他站台嘛 那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宣布嘛 那一旦他正式宣布之后 我们党是有名利 3053有规定 可是柯文哲520就宣布选总统啦 那为什么韩国瑜可以去跟柯文哲 韩国瑜是这个自己主动 所以自己主动没有授权嘛 那现在要被党纪处分的 要被党纪处分的开始党纪啊 现在要被党纪处分的是侯友宜啊 侯友宜不可以跟柯文哲建议 我觉得他也是想说 希望能够软化柯文哲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标准要一致啦 对啦 不然这样子毫无法治的政党啦 然后我觉得今天找金普冲 去跟黄珊珊两个人见面 那这些不可能才嘛 黄珊珊是最反对蓝白河的 而且黄珊珊是当初 清明党跟国民党合并之后 清明党受害的最大受害者嘛 她当时眼见这一招 清明党整个萎缩掉 被泡沫化嘛 被当然反对嘛 他金普冲过去也反对啊 只是后来因为他怕别人说他 我是这个反对蓝白河的罪人 他也说好了我免回秦南 这两个人都是鹰派怎么合 而且我认为黄珊珊会可以跟 我觉得我是黄珊珊应该说 你国民党说要成立特征组 要办我老哥 对不对 我就见到这个马文堅的事情 请问一下你侯友宜是不是 你侯友宜当天在现场 你侯友宜当总统要办我老哥 我跟你合什么 侯友宜就算没有明白讲 侯友宜也是那个场子里面的人 对啊那今天你战斗篮 代表讲国民党 你最有人知不知识国民党 说我们要成立特征组 去拜黄曙光 你侯友宜知不知识 这都说不清楚怎么合呢 所以他后来国民党有一些人 像郑正前他们出来开记者会说 我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战斗篮是战斗篮的 不是我们真的国民党 我就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你知道吗 三十几个选立委的全部上车 你今天马文君只要有泄密 他们全部就 你说马文君真的没有泄密吗 但马文君有说谎 他把一些事情都讲得不清不楚 不是吗 林老师 比如说你说 军方都告诉我 这个不是机密 然后军方每一个人都说 不是我不知道 我没有讲这个事情 然后你就送到了韩国 你送到韩国你就凹说 郭席吵架那不是机密 但问题是我们讲这里 这里有这个所谓的 你这个整个的流程 他有讲到说 我前面的IDS怎么做 然后我后面有建龙级的潜舰 我怎么样把它要延寿案 大概多久 几年到几年讲得很清楚 然后后面再来就说 我后续的后续舰怎么做 那这样怎么不是泄密呢 你看战斗篮有些就开始在跳船了 那不是说单纯 海巡队赶快去救去捞人 真的开始跳了 其实国民党 其实要把眼光看清楚一点 就是说你什么议题 什么人 什么东西你该挺就挺 你不该挺就不要乱挺 你在挺的马文军 我觉得马文军第一个事情 第一个 他拿到的那些资料 到底是什么样的资料 到底有没有已经被核定 成为国家机密 有没有被核定 军方都没有敢讲 不敢讲 那这些资料在哪里 哪些资料 放到那个 比如说卸到韩国驻台的代表处 那韩国那边的话 你怎么去调查 台湾跟韩国之间 怎么司法互助 或者是相关的东西 来侦办这个事情 因为既然已经有人去提告了 有人提告之后 外犯罪或什么东西的话 就会开始进行侦办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奉劝国民党还是要保守一点 你有些东西来讲的话 你不清不楚 直接跳下去 那你整个全部 到时候怎么办呢 我跟他已经开始 有人在跳船了 而且可以跳船之外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他开始在打 这个所谓很奇怪 黄珊珊经理很不高兴 你要跟我蓝白盒 对不对 我今天礼拜六要跟你谈 然后你 你礼拜五的时候 徐晓鑫去告什么 还是叫我哥要去说明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到 在这里 尤其是马文君说的话 被人家说 谎言谎言又谎言 第一个他说军方告诉我 他到我办公室跟我讲说 他们的这个录音档不是机密 可是你看到的 就是陆军常务次长 房茂红 海军参谋长 蒋正国 还有法律司司长 沈世伟都说 没有啊 我没有跟他讲 这不是机密啊 然后呢 马文君还说 你只要是所谓的 不要泄密的什么文件 我都有签啊 就被人家发现 就公布出来他没有签 然后他又说 你那个什么保密协议 就是废纸一张啊 然后人家说 你一直打了这个PHS电话 在那边一直讲电话 他说我不知道 什么是PHS 他不是PHS 你们立法委委员 不都发一张 那这个事情怎么弄 你讲一下吧 如果今天 金杰大哥 我若跟你讲说 那你就 你当时战斗篮 你没有在现场吗 有 我有在现场 所以你也支持 保文君包 不是 我很多的场合 我就强调了 一个国会议员 他有言论免责权 对 那他要进去 开秘密会议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有签 你还是不能泄密 没有签还是一样不能泄密 我觉得那个是 所谓的新政而已 你既然你知道 你今天来开的是秘密会议 有签没有签 一样 你都要保守秘密 那我打电话给马文君 我也亲自跟他询问 他一直觉得就是说 他有这一个 拿着这一个人家爆料的录音带 他有经过黄茂红的这个求证 就是说这个你听听看 到底这个有没有机密 去不需要保密 那国防部来跟他办公室的回应说 这个没有 可是这是后来人家都说 没有错 这个变成又罗生门的 那我真的 我要来上节目 我也求证 我要帮你讲话 我要怎么谈 你要跟我讲老实 我才有办法去帮你做回应 那他也讲就是说 这一个 郭喜 他之前 人家带他去他办公室找他 郭喜是什么角色 郭喜是一个做消防器材的 到底他在海军 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为什么他能够扮演海军的一个顾问 而且邱国正也出来讲就是说 他是非正式的聘任 可是我跟你讲 你不能因为郭喜的问题 因为郭喜就算是一个 有违反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人 不表示你马文君可以泄密 是没有错 我也讲就是说 因为外界不断的质疑就是说 你把这个录音带 送给了这一个 韩国驻台代表处 这个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泄密 你这要讲清楚 他说既然有经过国防部的授权 就没有机密 他觉得这个要去了解 他站在他想要调查 因为他是想要觉得 就是说 这一个案子 泪雷剑也好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国防部 所海昆浩的这一个剑 会不会将来是成为一个国词 所以说他想要去追弊案 他的态度是才要追弊 他跟我讲他想要追弊 所以说他才要去偷师剥捷 透过几个案子 他不单单只是给外交使节 他有透过很多的管道 调查局他也给 他都可以给 但是他不可以给韩国 他不可以给韩国 因为那是违反外患罪 所以现在人家去告他的 他讲了很多理由 他说他在干嘛 可是我听了以后 我觉得很奇怪 那请问他在立法院 就是2019年3月28号的机密会议 被认为最重要的机密会议当中 他不断的在打电话 后来抄东西 他也是为了弊案吗 现场大家讲的东西 就跟你讲说委员你签一下 我不签 那他是弊案吗 他都觉得是弊案吗 他有讲 我就说 我有问到这一点 我就说大家都怀疑你 因为你看了一些资料 马上出去打电话 去把这个马上复制出去 有没有对 他说没有 这个跟此次无关 他有这样子回应我 你好相信他 不是啊 我们当然讲我们也没有在现场 我们也没有办法求证 他到底讲的 我觉得这一个事情 检调单位要马上下去了解 检调应该要排他治案 赶快来侦查这个案子 现在他三个 他可能都他治案在进行 所以说这个原则之下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战斗篮 你们在现场的时候 我问一下 就是赵大哥说 我们帮马文君加油的时候 你有点惊喜吗 还有他讲到说 有八个证件 当中包括了就是要有特征组 我们要办黄曙光跟郭喜 你事前知道吗 那我知道 他是现场宣布吗 就好像我知道这个林毅宏 林毅宏我为什么没有上车 因为我们的小编跟我讲 就说老板 这个人好游 他就说这个人有问题 他之前在彰化关那边待过 他好像是绿营的人 我们不要上车 我从这件事情 我马上得知之后 我完全连按个站 我们都不能碰 因为我觉得 我们要站一个民意代表 要客观 那马文君的东西 你就上车 不是 马文君我有去求证 就是说你身为一个 因为我跟他有认识 我想你这件事情 要对社会大壮说清楚 讲明白 最好是把它说清楚 他以前是查了庆腹案 庆腹案 对 的确让他查到 可是这个不一样 这个人家就是你不能泄密 你再怎么样留不下 而且我要讲 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 马文君他这个是之前的 之前的媒体就有报道 镜周刊吧 镜周刊就讲2018年空军 VCS通讯整合系统 军方要求必须要60秒 就要能够开机 他呢就是挺那个俊伟 然后他的办公室主任 把人家叫去骂 然后他的这个俊伟 没有办法达到60秒开机 他必须要180秒开机 然后他就骂人家说 你可以我降标准啊 你就降到180秒啊 那你这样子我们国军怎么办 我到时候慢两分钟 所以马文君是我们的三军统帅 有海军的前见他挡了 空军也搞 居然陆军也有 所以我觉得这就很严重 那今天为什么马文君 他这礼拜 他不敢去 外交国防委员会 对啊为什么 他怕被人家堵麦嘛 可是他还是应该要去啊 最后我到五日去到他 以后就不要来了啦 因为他这样到外交国防 他就会戴着有色的眼镜 你是不是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又干嘛的 那范老师 你觉得这个事情 我以一般来讲 我这样看 我都会觉得这样子太over了 你如果说你要去 prefer某一个 比如说俊威 你就去好好地争取 帮他说话 你为什么要叫 我们的国防部 去降低标准 那你这样是影响到 台湾的国防 60秒耶 又是什么 变成180秒 那你多120秒 多两分钟耶 你到时候 中共的战机 已经到我们天空上面 都头弹了 很危险啊 我都来不及了 对啊 你这20秒干嘛 那个驾驶员 传手机 说老婆 我今天晚点回家吗 对不对 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那我再回到这里 你说在现场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当时战斗人 突然提出一个八个证件 他有先跟你们讲吗 还是现场才讲 没有 我现场才知道 对啊 那这是什么意思 而且还会有人再跳船 对啊 洪孟凯 那那 洪孟凯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里面有定 要把合一 合二要重新延期 哦 合一合二 就在石门万里 就是洪孟凯的选区 而且这个东西 我问你 侯友宜的支持吗 你看他恢复核四哦 核四又恢复 侯友宜反对核四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完全都是 侯友宜后来 证件是没有反对核四 没有 他把核四丢到16年之后 就打假球啦 他不再重新恢复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八点 就是战斗人 就是深蓝的 他们的想法 只是 而且知识前 似乎没有跟这些 这么多的 跟他同台的人 沟通过嘛 他要废除双语 我们都希望小朋友 越早接受双语越好 废除双语 因为双语是赖清德的政界 不管是不是赖清德 我们越小扎根越好嘛 怎么可以说 现在中国大陆是不准用原文书 还有人说废除英文 我们要配合他们嘛 就我觉得这些政策 真的是荒腔走板 那师兄你讲一下 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一般来讲 我要公布一个 所谓的战斗兰达的政界 就是说你都说 你不知道 你之前不知道 事前他没有跟我们 任何的资讯 没有跟你讲 我们那天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通知我们 那这个韩总要来 包含了这一个侯友宜 包含郝龙斌 谢龙介 那大家取军一堂 还有罗俊权 我们大家希望就是说 帮我们拉台 帮我们拉台 那我们所缩造一个团结 让外界知道 我们战斗兰是有战斗力的 那我们团结在一起 那后来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本来是二十几条 那经过赵少康董事长 前一天他修改 有的可以用 有的不能 然后综合起来 只剩下八条 那他就我们都 我们在现场 他就把它 逐一把它念完而已 那其实我们事前 我们不知道 事前我们不知道 完全被突袭 跟已发战争一样 突然被突袭 你怎么看 这好奇怪 这件事情很有趣 因为当天早上 我在跟郭董开早会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等一下中午或下午的时候 联访受访的时候 我要讲什么 或是我要写什么 文章啊 那早上的时候 我边开会边划 我就看到 赵少康先生 开这个战斗篮记者会 八大政见的第二条 刚刚范老师有说嘛 核一二三重启 跟核四也要重启 而且核能占比25% 我一看25%就觉得 不对 这不是侯市长的 25%是郭台铭 在六月二十号 发表的能源政见配比 也就是说 赵少康董事长 特地开了一个记者会 在侯友宜市长的面前 肯定郭台铭的能源政见 挑战侯友宜市长 你们有没有下预算 你们有没有下预算 真的没有 没有 我有跟中广买广告 对 但是我说你有没有下预算给他 真的没有 上次赵少康大哥 他的背板不是有那个 我们是买了个广告 对 但我说这个呢 这是真的没有 那他心里是 因为那一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 党中央本来要对赵少康动手 开除他的党籍 后来我就在党中央面前 买了一个广告看板 而且我特别去照个照片 把那个看板 郭董的广告 跟整个中央党部同框 对 我说党主席朱立伦 是要被开除党籍啊 后来朱立伦就说 这个很无聊 所以我们意气相挺赵先生 那赵先生就办了这个记者会 来报以大礼啊 我们民港五内你知道吗 真的 他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他知道邱毅都讲了说 马文君他造成这个影响 会比那个好邮案更大 就会把国民党整个搞垮 所以赵大哥其实是要帮郭吗 对 所以其实你看 尤其是第一个 25%的核能 那是郭台铭的版本 第二个 核123从起 这个侯友宜也说支持核电演绎 但对不起 新北市府到今天 他在党核废料赶除 他实质让核电无法运转吗 所以打假球吗 再来 侯友宜表面上说 我支持核四安检重启 结果呢 核四丢到16年之后啊 神雕侠侣啊 十年年后在此相会 呼机情声 不失信约啊 就又是打假球吗 我们总统有当16年的吗 没有啊 你先认说还要另外一个总统 再当8年 16年之后才要重启核四 你比民进党更夸张 所以侯友宜 重启核四打假球 核电演绎打假球 SMR想要纳入郭台铭证件 结果丢到25年之后 三打假球 赵绍康先生用心良苦啊 在侯市长面前 肯定郭董证件 挑战侯市长能源证件 报以大理 敏感无内 你另外这个没有下预算吗 真的没有 你这个没有吗 报以大理 林老师 没有感觉好像 我觉得赵绍康 国民党在这个 零肉分离啊 零魂跟肉体已经坑开来了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哪个是最价值错乱 左手打右手 内部矛盾 左右互谋之数 对 内部矛盾都搞不清楚 赵啊 猴啊 整个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哪个是打中央 好我知道 你要评论 我们进广告回来评论 而且我觉得更有趣的是 顺主于暴打 赞道兰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要整合好累哦 这个慧耀节好累哦 要是我根本不敢嫁 你知道吗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现场 我忍不住笑 因为刚刚金杰大哥说 你们战斗兰的那八项是草案而已 是哦 因为当天赵少康董事长 他有逐致的把我们的草案 他有讲这是草案有八个条 我也顺便念给他 推动内阁制 那会合一合二三研议 和事评估重启 核能配电的占比25% 这是郭台铭的 没有关系 恢复特征组 抓大官 贪污政策 贪污第一个半高端 快筛鸡蛋 浅见黄鼠光 郭喜 废除NCC52台 桓中天 修法重判诈欺 五年以下 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死刑犯除少数有余力 三个月内全部执行完毕 第一阶金官 加薪2万 每一个人 十万人一年 总共要花掉240亿 台海和平 兵力恢复四个月 两岸对等 互设 联络数 北京上海 成都广州 这个都要设 大学生免协费 大专公立 这个在念公立的有30万人 私立的有68万人 公立协会5万 私立10万 加起来150亿 两项加起来680亿 那台电中油 两年赔了一兆 那第八项是全面解党克刚 培育学童对国家之战统 废除双语政策 那我问一个问题 这八大政见草案 战斗兰的这些成员 接受几条 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拿到 没有 现在拿到了 没有讨论 他只不过就说 这是草案 也没有经过讨论 那你们这几天 这几天有没有讨论 完全没讨论 没有讨论 他只是讲说 这是一个草案 可是你知道 在现场所有的新闻 都不是讲草案 都说八大政见 你真的赞同费赎双语吗 你赞不赞同 费赎双语 我没有很赞同 没有啦 我没有很赞同 他是可以讨论 因为这次草案 但是这里面 可以讨论 那这几天有没有讨论 还没有 他说要折旗 邀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要形成一个共识 我刚才听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 他的政见提出来 还比侯友宜多 蛮多的 搞得半天他有点像是候选人 比较具体 不要具体 但是有一点 我要肯定赵绍康 他真的心胸宽大 他要中天重新恢复 中天恢复 就抢到他TVPS的节目的出事率 他为国为民 真的是不得了 让我尊敬 他又讲为国为民的时候 我就觉得 郭台铭 又是郭台铭 感谢范老师 不用跟我广告费 感觉赵绍康 在促成跟郭董这边合拍 我也觉得 他真正心里爱的 其实你看到 国民党就是这样子 就是各吹一把吊 然后很多大佬 很多这种 他当然很热心 但是很热心出来 就坏了一股愁 乱七八糟 每个跟党中央吹得掉 完全是不一样 你觉得朱立伦 他会说 被除双语政策吗 不会啊 可是你知道朱立伦那天的局 就没有在 所以你们这样子 就变成朱立伦另立党中央 朱立伦被江一军 是啊 我还是觉得 我们小朋友 我从小就让他念 双语的幼儿园 你要 我小朋友就靠 从小们就训练 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那我现在都一个在 那个 U.C.Buckley 一个在那个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小朋友 要有国际竞争力 要有国际竞争力 那赵少康为什么这样 他之前老婆 我也跟各位讲就是说 这个我们没有经过 我们内部的一个讨论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行程这个主笔人是谁 我不知道 那后来拿给赵少康 赵少康董事长 他说把他浓缩 他的双语搞不好是 不是英文 他是讲台语 闽南语 客家话那种 那种讨论 这个又跟本土 发展发展违背 可是你知道所有的新闻 都是写八大政见 根本没有人说是草案 是啊 是那首歌没有下架 是有一个冰斗的那个影片 冰斗那个影片 那个影片下架 吓我一跳 冰斗那个觉得不好的示范 对啊 那因为有一些长辈 因为原本是在TikTok上 非常的红 因为本来就是年轻族群 大家就觉得说这个 轻松有趣好玩 那就是因为郭董 他本的知名度太高了 那这个影片就跨出圈了 那我们就要回到这里 为什么宋楚瑜 对这个赵绍康 战斗篮这么的不爽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赵绍康 可能就发了一个脸书 我今天为什么 都在讲赵绍康 不好意思啊 赵大哥 谁叫你是这个 战斗篮的leader 因为他这里就讲说 写在这个 他是叫黄金会啦 就黄珊珊跟金埔中之前啦 他就说 你先不要想的赢 你要想绝对不能输 他又说 你看到时候 这个类似就是讲说 哎呀 那个时候 连宋和之后 亲民党就怎么泡沫化了 反正讲了一堆 结果你知道吗 就在礼拜五 亲民党就发了一个 很慎重的三点的声明 他的意思就讲说 我们亲民党 2005年让阿扁签下 四步一没有 然后呢 宋主席 宋主席海两度去APEC 增加这个国际的能见度 你宋主席提醒 不要操弄假民调 你现在讲的些什么东西 这个不是我泡沫化 我是把我的人才 跟国民党干嘛干嘛 那你这样子 就完全得罪了宋楚瑜啊 为什么要这样 宋楚瑜也算是 蓝军里要整合的一个嘛 是 但是你知道 黄珊珊的前老板 不就是宋楚瑜吗 是啊 那你宋楚瑜 现在已经就出来讲这样的话 所以他们会不会 战斗篮故意去弄 故意去弄黄珊珊 黄鼠光 扮黄鼠光是一个嘛 是 然后现在又在讲这个东西 是一个全部就是在弄黄珊珊 为什么要这样 你到 你看登记11月24号 最后一天登记 你到 从现在开始起算到 11月24号 剩下多久时间 是 你国民党就算要换人 比如说你今天国民党 好啦 就算你宽宏大量 当个富的好了 你也要经过你的全代会 的离时会 去处理掉这个问题 因为你全代会去呢 所以整个时辰来讲 都不想当富的吧 我从头到尾 都没有看到说 好像怎么合 你怎么合 你连刚刚提到的 什么架桩 什么筹码 什么东西的 那就完全没有坦啊 你就算民调好了 民调是对比式 互比式 还有很多细节 题目怎么设定 哪些民调公司 那都很复杂的事情 看起来短时间 怎么可能处理掉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那有点像是过场 就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的确有接触 那接触之后呢 其实说真的 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 今天柯文哲 不是没有野心的 今天柯文哲 是有野心的 柯文哲的民众党 他本身来讲 是要把自己的党弄大 所以你看到 他不断的在出招 在设定议题嘛 那设定议题 每天在丢 每天在丢的时候 你国民党终于跳出来 感觉好像没有回应不行 回应了之后 发现他说 上贼车了 要上贼车怎么办 要下车也不容易嘛 所以我是觉得 柯文哲也是一个 政治上操作的一个高手 可以这么讲 但是问题是说 他们不是加大业大 国民党毕竟加大业大 但是我一直觉得 国民党常常有些动作 是蛮 不是 蛮笨重的 加大业大 其实他我也觉得 必须讲个实在话 加大会话就是当年 你现在加到中落 你没有钱 真的不见你 他就是一个 当年的贵公子儿 现在还认为自己是贵公子 家里觉得很有钱 可是你们家没有钱 因为 他们上次有这个 名嘴做梦 不是讲到说 他们在这个朱立伦家里面 不就是讲吗 党产会 把我的家 这个都都没有了 再让民进党执政下去 我们大家都喝西北风了 他现在就没钱了 事实也是如此 四年前 韩国瑜在选举 国民党 我在选立委 一毛钱都没有 我们都要靠自己 自己根深 支持其力 当然现在的情况 也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 这个民众党 他才成立五年 他想要需要 他能够成长茁壮 必须要有这一个 执政的支援 我们希望就合作 创造双赢 所以说我们主席 才会讲 我们不断的堆叠善意 我们希望能够 提出我们最大的 这个让步跟善意 大家来通力合作 因为党对党 让我们能够 持续的成长茁壮 最重要的 我们要把这一个 贪腐的一个政党 把它下架 我们要政党轮替 这也是柯文哲不断的追求 所以说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 今天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是 14号晚上 那14号的晚上 我们在新北市 有一场大型的造势 超过五万人 因为由蒋跟煌 开始动员的 我们所有的县市首长 在六都里面 会开始大动员 我们会展现我们的实力 我们的地面部队 会开始动起来 所以说我们是讲就是说 当然两兆双方要这个 谈论到论级分架了 我们就不要再做 所谓的这一个 比民调 也不要再讲就是说 做辩论 我一旦辩论下去 可能会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要提倾 可能越来越远 所以你们是希望能够 用协调的方式 协调的方式 既然要合作 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 能够做怎么样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 值日可待来 那师兄我想问你 就是说 我蛮关心的 就是有一个新闻 他不是有首歌蛮可爱的吗 我姓郭 那个为什么要 我姓郭 我姓郭 就是爱总裁的传说 而且事实上 点阅率蛮高的 超级高的 那为什么要下架 没有 是那首歌没有下架 是有一个 冰斗的那个影片 冰斗那个影片 那个影片下架 吓我一跳 冰斗那个觉得不好的示范 对啊 那因为有一些长辈 因为原本是在TikTok上 非常的红 因为本来就是年轻族群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轻松有趣好玩 那就是因为郭董 他本人知名度太高了 那这个影片就跨出圈了 那不同的年龄层 那一些比较 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就跟说 你孙总统做这种 冰斗 这样不正经 你要多讲政策政见啊 对不对 所以就有跟郭董反映 我们郭伴这边 也有接到网友 这样的反映 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 本来这个TikTok 是年轻族群了 只是因为太红了 扩出圈了 那有一些族群 可能就不太适应 不太能接受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郭董讲 郭董说他那边也有接到一些 企业家的朋友反映什么的 后来郭董就说 人家的外界的意见 我们就虚心检讨 好 时间宝贵 我们就不要跟人家吵 你们就跟他们沟通一下 先停了 先下家没关系 另外有消息就是说 他们有找 是不是 柯文哲这里有找廖万龙 廖万龙是春宝生 天使 什么集团 反正就是一个生意 乌冈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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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去找郭吗 有吗 廖万龙这件事情 我没听说 但据我所知 从八月份 就是那时候郭董 还没宣布参选 其实就有非常多的 蓝营长辈 在郭跟柯之间 帮忙沟通 不止一位 好几位 其实大家都希望说 能够团结合作 可是后来郭董参选之后 国民党对我们就是 赶尽杀绝 真的啊 你看台面上跟台面下的放话 什么陈学胜啊 钟小平啊 出来疯狂乱咬 然后呢 每次朱主席都说 没有没有没有 这绝对不是我们党中方放话 我们在媒体圈 在真正圈都知道是谁放话 这个朱主席就不用装傻了 那后来甚至你看 連韩总这次出来 也被朱主席穿小鞋嘛 他说是你跟我要副主席的嘛 对不对 浅秋节也看不下去啊 王浅秋节就说 这是帮韩总穿小鞋嘛 所以国民党的这些手段 以及对于民众党的 不管是对柯文哲 还是对黄珊珊 表现出的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 蓝白真的能够合作吗 我相信社会大众看得很清楚 好但我知道呢 至少这个郭董 我想说要结婚 如果说侯跟柯 没办法结婚的话 那柯文哲也不愿嫁不掉啊 郭董还是有人嘛 对不对 那你看可是这个副手 你看赖清德 就喊出可能是萧美琴 可是其他为什么副手 都没有动作 我在想因为他们大家瞧啊 对不对 可能都男生跟男生配了吧 照理讲应该这样 如果整合成功的话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来范老师 国民党现在真的是宣宾夺主了 这个侯有一个不见角色了 现在反而是赵绍康 还有韩国瑜 角色还多本面还多 现在连宋楚瑜都出来 宋楚瑜说要十周多久了 跑出来对不对 大家要参一咖 所以我真的觉得 应该要言归正传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朱立文啊 你说要给韩国瑜 或这个副主席对 那你要不要给赵绍康一个 让他安稳一下嘛 可是国民党副主席不多吧 十几个也没关系啊 十几个没关系啊 对啊 中共的这个 国家副主席很多啊 对 所以我可以比 跟中国学 但是我看到就是韩国瑜 侯有瑜他的角色 越来越尾弱 而且民调已经长期 是输给了柯文哲了 好 来 丁老师 政治联姻来讲的话 不单单只是价值